著名電影公司這天在香港影視娛樂博覽舉行發佈會宣傳多套新電影 出席的包括郭富城、楊千華、鄭寶瑞、張達明、張家輝、任賢齊、陳家樂、吳卓希、 荷里活導演雷尼哈林、鄭秀文、中鎮圖、賴雅賢、黃遠之、梁學文、姜浩文、葉念心、韓根、周顯陽、張國立、 日本導演龍井陽、二郎等場面星光熠熠 四大天王如今一齊變成四大外父 有傳聖聖想打破稱號 努力跟老婆追回慈孤定 還在家裡擺陣吹混生仔 更有報道指方緣在寶寶中選了藍色蛋糕 疑似暗示生仔 不過聖聖這一天就沒有正面回應 今天不說了,謝謝大家的祝福 其實男跟女都沒有關係 其實對我來說我一直都覺得家庭 我真的是比較喜歡熱鬧的 我不像只有一個那麼孤單 所以大家給我一點時間 到時候生出來了我再跟大家說 聖聖坦然媽媽吩咐 有關駝B的事不要多說 所以她都手口如瓶 不過說到新戲她就變得滔滔不絕 今次的新戲是聖聖和千華第一次合作 講香港一個特殊群體的故事 為演空戲中的角色 聖聖長期不吃飽飯 以至於新型部秀 敬業的態度令千華覺得相當佩服 她還說和成省拍戲覺得特別容易進入角色 還有因為Aaron她本身很投入 所以這個專業的態度 令到周租拍戲現場的氛圍是非常之好 這個是一個成功的最基本基礎需要的東西 我自己也都覺得拍的時候 因為她就令到我可以極速在第二組戲回來 你看到她已經在這個狀態裡 每一次來化妝開始 也都有不同層次的情感戲 我和她對手是主要的戲份 而這個情感戲就有別於以往 其實男女之間的愛情的 或者感情的層次應該是不同的表演手法 我最開心的是我今次因為這個劇本 而除了拍到寫食的東西之外 我得到一個第二個層次的體會 Sammy和小齊繼電影 《夏日摩摩茶》之後再次飾演情侶 她就說新戲的故事更加複雜 也都更加感人 而B哥哥在戲中特別演出 做Sammy的爸爸 Sammy就說B哥哥這個角色 對故事的走向非常重要 她還說拍完電影 和戲中演她妹妹的賴雅賢 和李曉芳都變成好姐妹 很重要的 因為三個女兒是不同地方長大 而且那個關係很特別 所以我自己親身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些女兒還是很小 但是到了有些時候 其實做父親的都是一樣 Sammy是不是變成好朋友了 你們三個 對 我覺得感情是一路拍戲的過程 一路慢慢累積 而且我們都很投入了角色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家裡 我是小女兒來的 但是這部戲我好像 真的自己做了一個大姐姐 一拍戲的時候 真的很有做大姐姐 要照顧兩個妹妹的感覺 所以總之 整天都有一種溫暖和溫馨的感覺 拍這部戲的時候 接下來Sammy將會舉行紀念 入行三十周年的演唱會 她都說現在正密密為演唱會做準備 希望到時候可以用精彩的演出 來回饋歌迷 我自己都要開始做很多的準備 還有最近做一些電影宣傳 所以都比較忙 會不會都不敢聽電話 其實都是 看著我先不按著 因為實在都不知道 給到多少票的朋友 但是我會盡量的 所有朋友們 OK 其實未好了 需要些時間 還有要暫時放棄 我十年最喜歡的 每天的八公里 我現在跑不到步 踩不到單車 做不到很多運動 以前有做運動 其實都是一個學習 在這個期間 有耐性 保持著信心 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功課 她不是陪我 她不是陪我 她戒煙就戒了很久 而且我們兩個 一向都很喜歡玩健身 演員為了拍好出戲 前期需要很多功夫 好像Evana為了新戲中 巴士車長的角色 專門去考了巴士司機車牌 Evana不僅不覺得辛苦 還說這段經歷特別有意義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因為你只要有三年的車牌以上 然後你去上課去考 但考不到一次的話 你要補中再考 其實跟考車牌一樣 我最大壓力反而是 我第一次考不到 然後要排期才可以再考第二次 我是怕趕不及在拍攝之前考到 幸好我和一波一齊考 一波一齊考 一波一齊已經有巴士牌 一波一齊已經有巴士牌 一早已經有巴士牌 不是 他跟我一起學 我和他一起去 失敗了第一次 亦都一起去第二次 同樣為新戲 熬了不少苦的 還有內地演員 韓斤 在戲中演一個拳擊手的韓斤 拍戲的時候 熬了一千多拳 導演周顯揚都讚他不說得 其實剛開始練的時候 我是挺怕的 就是很怕拳 拳一來之後 躲得很快甚至很遠 但真正拳擊手 在一定的距離 甚至說你可以去贏拳 完之後找機會再還擊 但慢慢的以後 我就開始適應了 拳擊打臉 拳打臉的那種感受 但確實也很疼 但是有沒有真的受傷 也有 但都是輕傷 順路 在以及